南投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举行新任理事长交接 即李监视受证仪式 由卸任理事长林志颖交棒给回国的李吉田理事长 县长林明珍出席并颁发当选证书 肯定旅馆业者长期在南投县观光旅游的用心付出 南投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新任理事长交接 即李监视受证仪式 由县长林明珍逐一颁发当选证书 其中卸任理事长林志颖交棒给回国的李吉田理事长 他也勉励旅馆业者在南投县观光产业扮演火车头 提升观光品质 李广工会我们的林志颖这个理事长 他担任了六年这个工会的理事长 因为这个设了主事法的规定只能够做两任 他不能再继续连任 就上请我们李吉田来担任继续接棒 林县长指出观光景点的开发由县政府主则 游客到南投后的旅游则是仰赖观光业者的用心经营 过去李吉田理事长也曾经担任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 这次回归 期盼能够带领南投业者在疫情中开创更多元的经营空间 我们整个南投县这七年来所有的一个观光建设 确实老实讲是我们有史以来建设最多 对于南投县观光做的最好的现场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好 就没有人要来这里担任 没有人要来这里 对整个南投县的观光开发 这个就是要由政府来附着积极的来开发景点 他把观光客吸引到南投县来 林县长进一步指出 目前九九峰生态园区已经规划完成基础工程发包中 开发之后配合九九峰可爱世界园区 相信能够吸引更多人潮到南投旅游 另外葡里鲤鱼潭将进行周边环境整治 民间天空之星开发案也在上星期顺利发包 未来南投观光产业将会更加丰富 记者曾光佑南投市采访报道